结合新科技现在欠税更难逃了 扫描停车的车号就可以及时的找到人 两三项的水果放在路旁 男子违规摆摊被罚 加上健保费和牌照税总共11万都没缴 行政执行署查出他的停车位置 终于找到人追讨 老板双手插腰一脸无奈 他想都没想到欠税欠罚款 做生意停在路边竟然会被追踪到 原来行政执行署和台北市停管处合作 追查欠税车辆 透过路边停车收费系统 及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 只要欠缴的民众 你把车辆停到阁内 系统就会自动扫描 执行人员可以立即到场 查扣查封你的车 不过执法正义也有暖心故事 被追讨的水果摊商他说 配偶是外籍人士 在台湾无法工作 一家人生计完全靠卖水果赚来的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 就要去批发水果来摆摊 中午要继续开车兜售 至少卖到晚上十点 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同仁也很有爱心 他就说没关系 那水果我们都全部帮你买下来 然后整车的水果七千块 我们把它买下来 那他也说这七千块 他就是要来缴牌照水 士林分鼠念在他生活艰难 执法当天不但把老板整车的水果 以试驾买光光 还决定给予分期缴纳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起大家 一定要守法 因为再怎么躲都躲不掉 记者吴康伟 李兆贤 台北市报导